欢迎收看香港新闻 若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帮忙点赞分享并且订阅香港新闻台 您也可以打开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节目通知 在港府上个礼拜取消四名香港民主派议员资格之后 五眼联盟外长18号发布声明表示对中国做法感到担忧 并且呼吁中国政府停止破坏香港人的权力跟自由 恢复这些人的议员资格 综合德国之声跟美国之音报导 美国国务卿跟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外长 以及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表示 在香港实行国安法跟9月份的立法会选举被推取之后 北京运用新的规则取消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决定 进一步损害了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力跟自由 也违反了中国的国际义务 最了解中国人大常委会11月11号以危害国家安全等理由 取消了四名香港泛民主派议员资格 而之后香港立法会全体泛民派议员集体请辞以示抗议 五眼联盟外长在声明之中重申 中国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有法律效力的中英联合声明 而在这个礼拜还发生香港立法会三名前泛民派议员被港警拘捕 据港媒报道 最近几个月以来已经有许多泛民派议员跟议员助理遭到拘捕 连同今年7月在香港实行的国安法 英国认为中国过去一段时间 以来已经三度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 而另一方面 美国政府已经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跟数名中国驻港官员进行制裁 更警告可能对涉及危害香港局势的其他官员实行进一步的制裁 不过对此自由时报指出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官网 今天也张贴了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注定失败的文章 这篇超过1000字的文章指出五眼联盟声明诋毁全国人大常委会 对特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 污名抹黑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 肆意插手香港事务跟中国内政 表示严重不满 坚决反对并且强烈谴责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28号出席大湾区论坛表示 香港经济受到疫情影响严重受创 本地经济复苏程度取决于跟中国充分合作 除了大力称赞中国严控疫情的手段 还表示港府正在努力防疫 让香港跟中国可以尽快实现双向通关 而港府也申布身在广东跟澳门的香港居民 由19号开始可以通过回港医计划 经过预约并且持核酸检测因性证明 到港之后可以豁免接受14天强制隔离举措 综合媒体报道 林郑指出当前疫情影响全球经济 香港经济遭遇严重衰退 香港本地的经济恢复速度取决于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充分合作 中国经济为香港注入动力 而上个礼拜公布的香港第三季实际GDP跌幅明显收窄 结束了前五个季度下跌的情况就是最好的证明 林郑提到这也显示出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级的重要性 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最好的现象 他还强调香港在关税、法治独立、金融服务等方面既有优势 应该跟大湾区的城市之间有互补的优势可以互利共赢 他强调当务之急应该回复香港跟中国之间的正常往来 特区政府目前正在全力防疫 期望香港疫情可以尽早稳定 让香港跟大陆之间更快实现双向通关 而联合早报指出 由于香港迟迟无法清零 跟大陆全面通关要求不获得大陆的接纳 为了便利香港人回到香港 港府推出三关计划 让身在广东以及澳门 持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核资格香港人 单向免去回到香港之后 必须接受14天隔离检疫的举措 该计划是用在准备下个星期回香港的港人 每天名额共5000个 经过深圳湾口岸名额3000个 而剩下2000个名额是经由港珠澳大桥香港扣案 同时港府也正积极进一步扩大单向棉件 以同步放宽从广东到澳门来港的大陆居民 敌港之后都可以豁免14天的强制检疫 香港防爆跟速农小队警员多次在反修例示威之中不展示远警编号 七名香港市民跟香港记者协会先前露饼 附和有关做法 认为做法令公众难以辨识个别远禁 增加公众投诉警方不但行为的难度 香港高等法院裁定警方不展示编号的做法违反人权法 又指出现行投诉警方机制 其中投诉警察客并非独立于警队 监警会没有调查权 无法有效履行职责 综合媒体报道 去年6月12号被催泪弹击中右眼的拔萃女书院 男教师杨子俊等多名香港市民跟记协 就诉容警员未展示原警编号申请司法复合案 先前经过聆讯之后 法官周家明今天反布书面判词 裁定港警不展示编号的做法违反人权法第三条 他指出政府要有一个有效的机制 可以让受害者对违反人权法的原警 进行民事跟私人检控 尽管法庭对原警是否应该展示身份 持弹性讨论态度 因为现实大量警员遭到网民恶意欺利 但是这份担忧不能凌驾于一个 可以完善的侦查任何怀疑 违反人权法原警的系统 而现实警务处的指引之下 其他替代原警编号 无法满足有效侦查的基本要求 因为只有原警编号是独一无二的 法官周家明也提到 现有两层投诉机制 其中投诉警察客跟监警会 未能有效履行职责 周焦平指出 投诉警察客由警队之中的 自身原警担任成员 明显不是独立于警队 监警会虽然独立机构 但是缺乏调查权力 也没有权力推翻投诉警察客的决定 无法有效履行职责 因此裁定 季协杨子俊等五个人胜诉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教授李俊军 今年五月曾经出席美国组织 香港民主委员会网络论坛 当时他说了一句 我认为我们不属于中国 而是属于全世界 起到这段话最近遭到 中联办旗下的大公报跟文会报 大肆报导 批评这是宣扬港独 试图将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 综合媒体报导 中联办九月曾经表示 未来一年要整顿香港司法 教育以及社福界 之后许多教师遭到 莫虚有的罪名处分 甚至被处以极星终身钉牌 而当局最新目标 已经转移到科大社会科学院 讲座教授李俊军的身上 大公报指控李俊军 妄言香港不属于中国 而前新闻统筹专员冯伟光 15号也在建制媒体点新闻撰文 指出从李俊军的言论可以推断 他是想将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 等同港独 因此促请科大将他辞退 不要让他遗害下一代 否则会令学生沦为 被外国或境外势力利用的棋子 而对此李俊军发声明解释 在网络上面论坛他本持着 香港是一个全球城市的想法 因此才说出香港属于全世界 当中他指出的是香港跟国际社会 在文化意识以及经济层面上的 多方联系跟深厚交情 对于文汇报跟大公报的追击 他表示该两份报纸断章取义 错误的把Belong这个词翻译为主权上的归属 而根据科大介绍 4年55岁的李俊军在香港中文大学跟加州 博克莱大学取得学位 是中士元博士社会科学院的教授 过去25年以来 一直在当代中国发展研究之中 学术著作以中国劳动阶层的独特视野 最终中国资本主义的变化 挑战从马克思劳工政治理论 到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概念的铲统思维 受到近期美中局势影响 香港对今年美国总统大选表现出高度关注 VBC中文报导 针对北京对香港法治以及自由的破坏 川普过去数年以来采取一系列的强硬举措 包括争取美国国会授权取消香港 在贸易上面的特殊地位 又容许香港人向美国当局寻求政治庇护 尽管这些举动被北京当局批评为 干涉中国内政 但是赢得了香港民主派阵营 也就是黄思的支持 他们希望川普成功连任 延续这些举措对付中国 继认为黄思的议员 别名为白冰的香港网络红人 他表示过去不管是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的总统 在言语上面批评中国政府 不过只有川普是采取最多实际行动的总统 所以香港示威者们一方面认为 川普对中共强硬的多了 不过黄思阵营并不是一面道的支持川普 其中立场被视为传统民主派的香港 城市大协公共政策学系教授 叶建民曾经批评 川普在处理新冠疫情 美国与盟友的关系 以及美国国内种族主义问题 等疫情上面的失败 而政治取态 亲北京更亲政府的蓝丝阵营 大部分对于拜登的对华政策同样不抱希望 他们认为拜登始终会以美国利益作为优先考虑 反而是川普可以让美国国内陷入混乱 会让中国有宁静的日子 比一名黑超哥的来自香港蓝丝阵营的一名网红 他本人也对拜登上台之后的中美关系不太看好 认为可能会变差 而东森新闻则引述BBC中文指出 此前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圈曾经激变 川普跟拜登谁当选之后对香港更加有利 苹果日报创办人李志英等人当时公开宣誓对川普的支持 而近期针对中国人大DQ香港议员事件 白宫跟美国国务院分别发声明谴责中共 不过已经成立过渡团队的拜登阵营 却对此选择沉默 香港民主委员会总监朱木铭表示 如果期待拜登当选之后就开始为香港议题发声 是不切实际的 不过他表示支持香港是民主自由这件事情 是目前美国两党之间的公式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籍政绩政治学副教授 孔浩峰也指出 美国国会通过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 香港自治法案等 这代表着以后不管谁作为美国国务卿的义务 持续遵守政策 他表示拜登政府预计会在政治庇护 跟移民政策上面比川普更加开放 谢谢收看香港新闻台 请帮忙点赞分享并且订阅香港新闻台 感谢您的支持